千人计划美怀裔教授设儿童色情被控,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谢克平被提控4月离职,中心官网仍有卸的资料,MD Anderson网站,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,杰出肿瘤研究员,未尝肿瘤内科中心科教授谢克平,Cabin Z因涉嫌持有儿童色情图片,被德州警方逮捕日前出庭, 休士顿NBC新闻台称谢克平也因涉嫌为中共政府当间谍,正被联邦调查局调查中,本报在上个月12日报道,安德森癌症中心及周边研究机构有多位千人计划,长江计划学者被调查,彻职或提前退休,55岁的谢克平正式千人计划学者之一2016年,曾列明上海同济大学东方医院同济报的股, 主干领导人才NBC报道指出谢克平是今年1月因可能涉及的欺诈行为,而以篡改政府文件,champering with government record被调查法庭文件,并未说明何种政府文件,但警方取得谢的住家和办公室搜索,另取走数十个设备与档案,其中两个有儿童色情图片道, 谢克平在4月解值钱年薪25万,他是8月被休士顿的联邦南区法院,以涉嫌持有儿童色情图片,单一罪名提控10月3日出庭谢克平,已交出护照交保候审。 谢克平律师,梅思 Nathan Mays,告诉NBC谢克平,否认犯下被提控的罪名,也不清楚是否他的代理人,曾被联邦当局调查任何可能的间谍行为。 资料图具休士顿中国人活动中心,Chinese Civic Center,网站曾于2012-14年担任中心执行长的谢克平,是江苏宜兴兴士人,1982年毕业于江苏大学医学院1995年,或休士顿德州大学种流生物学和免疫学双博士学位。 谢克平曾得到联邦研究基金资助,已发表上百篇《学术论著》,是在肿瘤转移研究领域,知名学者中共间谍潜入美国学术界。 尽管多年来传言纷纷,联邦政府方面公开宣称此一威胁,始于今年2月13日,FBI局长雷伊 Christopher, 威在国会参院作证雷伊,警告美国学界莫对中国大陆学生和学者的情报威胁过于天真,也提醒学界,商界小心潜在的中共间谍,将美国高端科技转移中国大陆。 就在谢克平被提控前数日,联邦调查局休士顿办公室,在当地召集学术界举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公众简报会,宣布FBI与私立伙伴,政府机构密切合作,确保联邦政府研究资金被保护,以防外国敌人不择手段。 取得德州医学中心,公司立大学百余主管参加该会议,川普政府刻意锁定千人计划,还是巧合目前不得而知但谢克平,被提控为千人计划华裔科研精英被捕案件。 六天一桩最近一年内被捕,定罪的千人计划学者,还有密西根州大自动化机器人专家习宁,宁慎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系前教授张以恒,一眼人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署,NOLA前华一科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春,在川泉湾和通用电器公司, G1主任工程师郑晓清为防止外国情报单位利用学术交流项目窃取技术,吸收间谍及散播政治宣传,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鲁尼、Francis,Renee佛州9月13日提,阻止高等教育间谍及借道法,Stop higher education,Eskimach and Deft Act of 2018英文缩写,简称为Shed Act立法案目前尚未举行听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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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